今天的定期会上 先远程怡君建言县府各局处应该跨局处合作 像是农业处好好把关畜牧业的部分 未来就能减轻环保局在机查上 不管是人力或是物力 或者是环保局与观光处能够结合 以达到环境永续发展 如果农业处能够好好的把关这个畜牧业的部分 未来就可以减轻我们环保局在机查上面的 不管是人力或者是物力 那同样的当我们环保局要推展一个好的政策的时候 比如说源头减量 或者是说外地的客人来我们南投县消费 包括住宿 希望他能够自己带他自己的这个盥洗用具 然后给予一些奖励或者是抽奖的活动 像这样的活动就要跟我们的观光处来做结合 可以节省资源 而且它有一个永续性 也会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整个南投县政府的团队 是非常重视这个跨局处合作 以及永续发展的 草屯亲子共荣公园预计2024完工 提供部分年龄可以使用的公共设施 先源蔡明轩关心工程进度 针对完工后硬体设备的维护及修缮问题 议员也呼吁相关单位 需要完善规划 我有看你们预计本来应该是在 今年4月24要完工 我想要了解一下 目前的进度大概什么时候就可以完工期 6月中旬 那我这边也是希望 因为现在做好了 但是后续可能会有相关的问题 也是希望我们的运动发展科 明年也可以编列相关的预算 才不会避免说到时候的设施 有出现问题找不到经费 针对浮行温泉规划新建集会所的问题 县议员吴国昌表示 浮行温泉开发不仅带动 埔里在地观光发展 也为县库增加不少进展 县府者吴旁贷应该优先回馈浮行礼 并希望能够朝着多功能集会所方向来规划 以符合地方的期待 分配是中央六百万 管户四百万 工作两百万 那么地方的配合馆 要580万 总共也只要一千980万 我们认为说 我们总工程会是太少了 把管理建议 我们这个福星离职会所 我们朝着多功能来建设 这才能够配合到我们的长照 配合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心 这个输用 我相信 这样输用力 这个真的高 会复合我们福星里面 他们的这个基台 其办议员们的各项建言 县府各相关单位都能够尽快检讨与执行 以提升乡亲的生活品质及幸福感 记者洪一伦县议会采访报道